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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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急性期 你可以做幾個可以止痛 第一個是止痛 那我們叫做肌肉的等長收縮 它是一個很好的止痛效果 而且它可以增加你的活動角度 各位觀眾朋友在家 可以先測試自己落枕幾個方向 第一個 你先看自己可不可以 低頭 還有一個是可不可以往後仰 好 很多人其實不太能往後仰 還有一個就是旋轉左右兩邊 落枕的時候有時候一邊已經卡住了 對 就是看自己哪一邊受限最大 還有一個就是側邊試試看 假如說你低頭只能這樣子 低不下去 那就把拳頭擺在自己下巴這裡 讓臉還是沒有角度的 然後頂著以後 你用你的下巴去頂你的 拳頭就是讓你頸部的前側肌肉做一個收縮 可是不要有動作 那這樣子其實是不會痛的 因為你沒有動作 可是你讓肌肉收縮的同時 放開以後這個肌肉會產生一個放鬆 那我們就頂住以後 我們頂 眼睛同時往下看 停在這邊 就30秒 請大家停30秒不要動 好 感覺好像自己很帥在沉思一樣 對 如果向後的話怎麼弄呢 你可以把手放在額頭後面頂著 我們示範側面 側面頂著 那你一樣就是頂著不動 頂著 就是頭有點往後 頭往後頂 手往前頂 兩個是一個 讓它有個反作用力 對 反作用力的感覺 一樣Hold住30分鐘 那這個 30分鐘 30秒 然後力量怎麼拿捏呢 力量請你從慢慢輕輕的 緩緩的慢慢增加 不要突然這樣子用力 因為你又會二次傷害 會繞著 然後記得向後的時候 千萬不要不是這樣折著 因為這邊追肩盤壓力會增加 好 那側邊一樣同理 只要你向左側過不去 你就停在原來正中的位置 把手頂著側面 那手往這邊頂 頭往這邊頂 兩個結抗 所以也是這樣子Hold住30秒 小小力的 那如果是旋轉一樣 如果你左邊轉不過去 你一樣頭是面向前面 然後你要往左轉 那你的手就是往右轉 右邊頂住 同時眼睛可以往你要過去的方向看 因為我們視覺眼肌肉的引導方向 會引導我們頸椎的肌肉一起用力 這個叫等長收縮法 那它是一個很好的止痛的效果 其實我們健康2.0 跟大家講過很多的穴位 結果居然有個穴位叫做 落枕穴 老店你猜猜看在哪裡 落枕穴喔 對 應該在脖子上 對啊 對 落枕啊 結果它在哪裡 它在手上 真的假的 在這裡 在我們第二長骨 跟第三長骨的中間 這裡 這個叫落枕穴 這是一個經外齊穴 我們知道我們12條經絡 12條經脈 12條經脈加上齊晶伯脈 那個叫做正經 或叫齊晶伯脈 那這個是特效穴 OK 所以如果說我們真的落枕的時候 讓它不痛 那我們就要壓同側 譬如說我們左邊 這邊左邊痛 就是壓左邊這一點 用右手壓 所以老店你應該要壓右邊 對 你要壓右邊 壓到之後 盡量給它痛覺強一點之後 脖子開始轉 你就可以動動看 這個中醫叫做動氣療法 動動肩膀動動脖子 你有按到嗎 你有痠的感覺嗎 有 這邊會痠 對 對 然後上下都壓嗎 壓上面就可以 壓上面就可以 對 來 趕快用注意師的內力 讓他感受一下 有一個 反作用力就可以 這個頂住的反作用力 會不會痠 譬如說你右邊通常就動 動右邊的脖子 要壓多久 一兩分鐘都沒關係 按一天幾次 隨時可以按 你方便就可以按 對 它不會傷害 壓太久會怎麼樣嗎 應該不會 十二經脈裡面 我們的背部 我們叫竹太陽膀胱 我們手上這個 這兩個穴叫做 後膝穴跟養老穴 對 我先問 所以我們沒有落枕的時候 壓落枕穴的幫助是什麼 還是就不要去壓它 它沒有必要的話 沒有特別必要就不用去壓它 但這個養老穴 你看這個名字多好 養老穴在手上 所以如果有落枕壓落枕穴 平常你要保養就壓養老穴 養老穴 好 這個地方 養老穴 養老穴是手太陽 小長筋的一個細穴 就是說它特別深 特別有效 那後膝穴 這個在齊精八賣裡面 就用後膝 都脈內置頸 這個就是專門在看 看這個都脈的 都脈就是跟我們頸部的 是相連的 所以用這兩個穴 在平常保養 那壓的方式差不多 你就給它稍微有一點刺激痛 來 你可以用你的手 教大家找養老穴嗎 養老穴 養老穴在這個我們 這邊腦骨 齒骨 兩個骨頭的關節附近 它有個縫 你動的時候它這個縫裡面 我們手這樣轉的時候 這兩個骨頭動的時候 它有這個縫裡面 這個叫養老穴 所以就中醫來講的養老穴 應該不只是對我們的 經脈有幫助了 它對於 它應該一般的保養 因為小長筋 其實我們現在對 腸子的研究有很多 很多發表認為說 腸子有第二套神經 第二個大腦 所以這個穴 常常壓也很好 好 所以觀眾朋友 今天學到了一個神奇厲害的穴 養老穴 那落枕的話就在這邊 好 這個是可以學起來 就可以幫助大家 生活上不會這麼不舒服 因為這裡現在都有很多按摩球 有一種是長得像這樣 叫花生球 如果你沒有這種花生球 我們這邊找一個襪子 兩個網球把它套進去 這就簡單了 對 然後把它綁起來 它就是一個花生按摩球 因為花生按摩球的中間 剛好是一個凹洞 就擺在我們脊椎正中間 另外兩個球 就擺在脊椎兩邊的肌肉上面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是躺著做這個動作 那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子 所以最常落枕的地方 在頸椎的最下面 第四 第五到第六 第七 這幾節是最常落枕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花生球頂在 頸椎最後一節 跟我們胸椎第一節的地方 你駝背最凸的這個 人家說富貴包這個地方頂著 就是大概在我們大椎穴附近 就是第七頸椎的下方 胸椎第一 那個地方 對 跟胸椎的連接點 那個地方會有一個突出來的一塊 好 那我們放在富貴頸的地方 所以我們用躺著的 把這個放在下頸椎跟上胸椎 這個位置頂著以後 我們稍微把屁股抬起來一點 讓我們的體重可以加壓在 這個花生球上面 也就是我們椎肩盤突出的地方 然後我們把兩隻手指向天花板 因為我們花生球那兩粒頂著地方 是我們常常會 那個不自覺聳肩的肌肉 那個提肩胛肌那裡 我們頂著以後 我們把手指向天花板 然後我們配合呼吸 吸氣往下 手要慢是不是 對 慢慢做 吸氣往下 吐氣往上 這感覺我們的臀大肌也可以練到 對 其實這個是同時把我們椎肩板頂回去 然後我們的肌肉 雖然是頂在這 可是當我們的手在動的時候 會把那個肌肉往球的方向壓下去 所以這個不只落枕的時候可以做 這個一般人 其實你打電腦打久了 做一般的頸部保健 也是很適合的方法 其實你按完下來以後 大概每一邊10下 我們再把屁股跟手放下來 起來以後你會覺得這兩邊聳肩的地方 就會整個鬆開 看到新竹的時候覺得 好像脖子開始痠痠的 他從台北開到新竹就已經痠了 然後看到經過台中 手開始麻了 他喜歡做往後 是因為Andy的脖子大概是屬於這樣 所以他喜歡這樣做 你硬要把它頂起來 他就會覺得不舒服 貓背是這樣子 我們把身體往前壓 這應該等 對